母爱 冰心 有一次 幼小的我 忽然走到母亲的面前 仰着脸问说 妈妈 你到底为什么爱我 母亲放下针线 用她面颊抵住我的前额 温柔地 不迟疑地说 不为什么 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小朋友 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 不为什么 这四个字从她口里说出来 何等刚觉 何等无回旋 她爱我 不是因为我是冰心 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 虚伪的称呼和名字 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是她的女儿 总之 她的爱是病除一切 服侍一切 层层地挥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照的 使我成为经我的元素 而直接地来爱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后 将我二十年的历史和一切都变更了 再走到她面前 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只要我认识她的女儿 她就仍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 她爱我的肉体 她爱我的灵魂 她爱我的前后左右 过去 将来 现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 咒语般落在大海上 痴痴凡响 海拨如山一般地汹涌 一切楼屋洞穴 万象纷乱中 只要我能寻到她 投到她的怀里 天地一切都信她 她对于我的爱 不因着万物毁灭而变更 她的爱不断包围我 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 而且因着爱我 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 她更爱天下的母亲 小朋友 告诉你一句 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 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 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 世界上没有两件事情 是完全相同的 同在你头上的两根丝发 也不能一般长短 然而 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 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 或隐或显 或粗或墨 不论用斗梁 用尺梁 或者是用心灵的度量横来推测 我的母亲对于我 你的母亲对于你 她的和她的母亲对于她和她 她们的爱 是一般的长阔高深 分毫都不差简 小朋友 我敢说 也敢信 古往今来 没有一个敢来搏我 这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